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凡 集結年輕立委候選人 舉辦下架吳思懷活動 選前積極輔選 果然2020立委選戰中 民進黨再度拿下國會過半 哈囉 張建成博士一個機會 繼續用國會 謝謝 不管是車隊掃街 還是陪同候選人 市場催票 林飛凡北中南跑透透 連選戰前一天 帶隊在台北車站敗票 催返鄉潮 果然民進黨在國會保衛戰 守住61個國會席次 林飛凡主要以北北桃 跟中台灣為主 其中北市八個選區 民進黨拿下五席 新北十二個選區 搶下九席 桃園六個選區 拿下過半席次 而關鍵的中台灣 彰化四個選區 也搶下三席 台中八個選區 也拿下六席的好成績 三十八個選區當中 拿下二十六席 命中率直逼七成 我們不敢講說 我們扶選有功啦 但是就是說 這一波的這個 最後大家是靠 非常多人的努力 大家共同把這個 選戰最後撐起來 那也順利讓民進黨 能夠在後來能夠過半 去年七月 林飛凡接下 民進黨副秘書長一職 跟黨主席卓榮泰 秘書長羅文嘉 三人分進合集 全力扶選 替小英總統 穩固國會席次 如今選舉結果出爐 林飛凡未來動向 也備受矚目 黨內的這個人士 就可能就由蔡總統 他們未來如果有希望 希望能夠進一步的這個 盡快回來黨中央 那我們就 黨中央是絕對全力配合 外界推測 林飛凡扶選有功 擁有足夠聲量 未來很有可能 會再投入選政 至於是回到互相台南 蹲點選立委 還是留在中央 繼續累積資歷 等著下回九合一 據傳民進黨內部 早已在討論 三選正龍馬日文 台北報導 雖然是